各位好,来看范例二 有一个同学阿飞在搬家的时候呢 他要沿着斜坡将55公斤的冰箱 缓缓的下滑 那其实这个缓慢的下滑 他的意思就是等速运动的意思 等速运动的意思啊 那等速意思就是什么呢? 合力怎么样呢? 合力就是零 合力就是零 好,那今天斜坡角度37度 然后冰箱跟斜面之间的动摩擦系数0.5 所以他也有需要考虑动摩擦力 重力加速度就10 37度是0.6 请回答下这个问题 今天这个单元是要算做工 所以他后来呢 他是先请我们算出力是多少 那要先分析受力 最后呢 再假设他下滑两公尺 去算 再去算手做工 动摩擦力做工 还有合力的做工 好,那首先我们就来复买一下这个力的分析啊 那他有受什么力呢? 有受重力 重力向下 MG 那我们还有受到动摩擦力 刚刚说到他有受到动摩擦力 他是沿着斜坡角下滑 动摩擦力会阻碍他的滑动 所以是向着沿着斜坡向斜上方 一直一直歪掉 这样就好了 好,那除了动摩擦力以外呢 斜坡和这个冰箱之间 还有挤压,挤压的正向力 好,这个 没有画得很好 好,就这样吧 好,就是他有受正向力N 就说这四个力包含他原来的推力 不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把斜坡对冰箱的摩擦力 跟斜坡对冰箱的正向力 都看成是斜坡对冰箱的力 也就是把他们两个合成 合成之后,其实他也是一个力 因为事实上斜坡对冰箱只有一个力 斜坡对冰箱是一个力 那只是我们把它拆开成正向力跟摩擦力而已 所以答案你可以选 四个力或三个力都可以 那画的话就照这样画 那接下来要分析啊,那个力到底是多少啊 那我们就是像上个学期的做法一样 我们要先定坐标哦 先定出坐标轴 那我们可以 以水平方向为X轴 牵直方向为Y轴 这样子 找到分别去分析它的合力为0 首先我先分析Y方向合力为0 那这时候可能会需要画一些辅助线哦 那例如说 这条辅助线会告诉我们 这个角度是37度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这里是90 这里是90 然后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是53 然后这个地方又90 所以这里就37 再加几条辅助线 这个角度也是37 然后再加一条 所以 其实也不用再加了 再加这一条 这个角也是37 好,这样应该 好,还是再加一条好了 好,这样 那这个角也是37 好,这样应该就够了 那来分析Y方向的哦 Y方向的有重力 然后这个斜的正向力 和这个斜的摩擦力 都是需要做分解的 那水平方向的F 水平方向的F 因为F是沿着X方向 跟Y五关了 所以我们以向上为正的话 就会是 等于负按局 再加上N 然后N要考虑这个37度 所以是cos37度 然后在F 考虑这个37度 就是 sci37度 可是F 动摩擦力 其实是动摩擦系数 乘上正向力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FK 所以 直接就把它带换掉 这样好像就可以 把我们的N算出来 因为题目有给我们 动摩擦系数 0.5 所以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嘛 就是 再写一次好了 NG就会等于 N乘上五分之四 0.5写成二分之一好了 二分之一乘以N 乘以五分之三 这样算出来 NG题目有给55公斤 然后重力加速都是10 然后重力加速都是10 所以这样算出来 N就会是 就会是500 就会是500 刮虎虎虎虎的N是那个 单位 是牛顿 好那接下来是 我们的 X方向的合力为0 稍微移一下 移一下位置 好那X方向的合力为0 那这一次就看X方向 X方向就不用管这个NG 因为NG是沿着Y 那也要考虑这个F F向左 然后N的X分量 FK的X分量 N的X分量是sin37 乘上sin37 FX的分量是乘上cos37 所以这里要写成负的F 然后加上正的N 那sin37度 再加上负的 一样我们把F直接换成 动摩擦系数乘以N 然后cos37度 那整理之后呢 就会变成F就会等于 我们这里就直接把N 我们这里就直接把N等于500带进来啰 就是500 乘上5分之3 去减掉 0.5写成2分之1 乘上500 乘上5分之4 所以F最后是等于100 F最后是等于100 好那 所以这第二小题答案是B 自己算算看 是不是真的等于100 好那第三题 才是这个章节的重点嘛 它要算的是和 它要算的是利的做工哦 利的做工 那假如今天 换个颜色 假如今天 向下滑 2公尺 向下滑 2公尺 那要问的是手的做工 第二小题 第一个 要求的是手的做工 那手的做工就是手出的力 跟位移的内积 我们要找的是这两个 向量平行的部分 那很明显的 手的做工是沿着这个方向 可是位移是沿着这个方向 它们之间的 夹角是顿角 这样的话是做复工 那我们可以去找出这个分量 找出这个分量 那这个分量 才会是我们利 它有做工的分量 那这个夹角会是37 这个夹角会是37 因为跟这个夹角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 这一个手出的力 它的做工就会是f 然后cos 37度 再去乘以2 那是复工 那所以结果会是复的100 乘以5分之4 乘以2 乘以5分之4 4是16 负160 这个就是手的做工 做复工 负160 再来呢 动摩擦力的做工 动摩擦力的做工稍微的容易一点 因为动摩擦力跟我们的位移 刚好是夹180度 就直接做复工 不用去分解它 所以结果就是复的 动摩擦力是多少 是μk乘以n 乘以2 那μk是多少 1分之1 n的话是500 所以结果会是 负500 动摩擦力的做工是 负500 交额 刚刚这里没有写对 它的单位是交额 做工的单位是交额 那再来呢 是我们的合力做工 可是我们现在只算出了 手出的力的做工 以及动摩擦力的做工 如果要算合力的做工 还需要有正向力的做工 以及重力的做工 所以还需要把正向力的做工 和重力的做工求出来 这个合力的做工 这个合力的做工是要先求出 正向力的做工 以及重力的做工 那正向力的做工 那正向力的做工 也是容易的 今天正向力跟位移垂直 位移垂直的话 这个力就怎么样了 就不做工 因为正向力跟位移垂直 因为正向力跟位移垂直 所以正向力的做工是零 那重力的做工呢 重力的做工是重力跟位移内积 重力是这样 位移是这样 甲角是53度 或是说我们可以找出 重力它的沿着位移的分量 跟位移平行的分量 是重力的sine 37度 所以就相当于是 重力是550 550 乘上sine 37度 乘以2 所以这里会是550乘以5分之3 330乘以2 660 660交额 所以最后呢 合力的做工呢 就会是手的做工 加摩擦力的做工 加正向力的做工 再加重力的做工 再加重力的做工 那手的做工是 刚刚有算出来是 负的160 再加上摩擦力的做工是 负500 正向力做工是0 重力的做工是660 这样全部算完之后 结果是多少 是0 所以这是要告诉各位呢 因为他做的工总共是0 所以他是等数运动 因为他做的工总共是0 所以他是做等数运动 就是这样子 这会关系到之后的功能定理 合力的做工会让动能增加或减少 那今天合力的做工是0 那动能没有增加 那就是等数运动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兴趣的設計 谢谢观看